吃播 一个蒙着眼睛吃东西的美女主播 为何却成为了最诡异的吃播 我是专家 在国外有个主播叫做Kate Yap 是一个在视频里蒙着眼不停地吃东西 却从不说话的女人 偶尔脸上还带着伤 而让人们开始觉得她奇怪的是 在一期视频中 她除了吃东西 就是不停地用手指在碗边敲击 于是有人观察到了这一点 并利用摩斯密码破解得到了一句话 我需要帮助 在视频中 还有一处出现了一串字幕 但中间SOS这三个字母 被标成了大写 似乎是在求救 而奇怪的地方远不止如此 经常还能在视频的背景声音中 听到一个男生在催促她快吃 或是在胁迫她 而一旦桌子发生震动 主播便会加快吃东西的速度 于是有不少的网友开始怀疑 主播被人控制了 网上的质疑声越来越多 于是 澄清的视频也如约而至 可更奇怪的是 视频里四句澄清的话 开头的首字母加起来 居然是help 甚至有人挖出了主播 像极了之前失踪的一名女孩 2019年10月之后 这个账号再也没有发过视频 而大家都以为女孩可能不在了 直到上个月 视频突然更新了 人们开始怀疑她究竟还是不是原来那个主播呢 事情还在继续 那你认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